這個greview的進階功能說明 在資料庫裡面的最困難部分就新增修改刪除 我剛剛講過 因為基本上那個資料庫主要的功能就是 除了新增修改刪除之外 最常用到一定是查詢 那可是查詢是只要把資料讀出來就好 所以這個部分比較不會牽涉到那個 寫入的權限 所以一般是比較不會出問題 那會出問題的多半都是新增修改刪除 比如說我現在要新增一筆資料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寫入權限的話很抱歉 你程式就馬上跳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們該做哪些設定 其實在那個datasource裡面 他這邊講的只要勾選一個選項就能夠 對那個資料庫進行複雜的操作 複雜操作 可是是不是那麼簡單 各位可以看一下往下 其實主要是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我們在設定那個 Datasource裡面呢 各位有看到一個進階 這個進階的選項 基本上呢你要把它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呢 他就可以有那個 啟用編輯的功能 可是呢 其實實際上我們運作起來 還是會發生問題 比如說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這裡特別注意呢 我做一次的規範 主要是在這個 這個我先做一次的規範 等一下 如果說我把那個key 主要是那個key 如果說我把這個key 把這個把重新設定一下 如果說呢 我設定這個地方 主要是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按進階 你會發現 這邊的這個沒有 如果你 開起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如果是灰色的話 那表示你的資料庫 設定有問題 哪邊有問題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具備有寫入權限的話 你的 這個key 你一定要有個key 就是你的那個資料表的 欄位裡面 一定要有個主key 如果你沒有主key的話 很抱歉 你就沒辦法做寫入動作 因為其實很多人發生 因為以前我們在設計 像asp 資料庫部分呢 其實沒有key也是可以寫入的 但是asp.net 雖然不用寫入程式 可是你設定的時候 沒有key 他就不給你寫入了 這個部分要特別注意 那如果說你看到這個